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3月19号星期日 郭文贵被抓的时候 我说这个里边很明显 它涉及到一些政治原因在里边 因为郭文贵 当然我们看起来可能骗了十亿挺多的 但是在美国金融诈骗来讲 他这才就刚起步而已 而且郭文贵骗的主要还都是以华人为主 能听懂中文的人为主 百分之八九十都是 剩下一些老外 老外就是育员不熟 娶了个中国媳妇 就被坑了 基本上是这样子 就是说两个纯老外被郭文贵坑了 这面不是很大 这个比较少 但是也有 当然也有 这非常少了 百分之八九十坑的都是中国人 所以其实对于美国来讲 这个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情 郭文贵被抓的时候 有联邦副检察长 然后什么FBI的副局长 都有声明和表态 这个事情就是说非常的明显 受到了一个政治关注 郭文贵跟班农跟纳瓦罗什么的联系比较多 所以我就说很明显 这是又快要明年一月份要初选了 这是为了选举考量 是一种政治操弄 果不其然 前白宫经济顾问 皮特纳瓦罗 在盖特 盖特是郭文贵他们自己搞的一个 类似于推特的那么一个平台 在盖特上替郭文贵发源 替郭文贵喊冤 称郭文贵遭到的政治迫害 皮特纳瓦罗 他这么说 他说美国 如果在整个美国算的话 美国前三名 就是说超级的反共英雄 就是反对共产党 这种英雄有三个人 就在全美国 美国三亿多人排前三名 那有谁呢 第一个就是斯蒂夫班农 这班农是最反共的 反共英雄 第二个就是非常的 虔诚的跟你们说 就是我皮特纳瓦罗 就是我 我就是 那第三个呢 就是这麦尔斯郭 就是郭文贵 他说我们三个人 就是班农 我纳瓦罗 还有郭文贵 我们三个人 就是全美国三亿多里边 最反共的 反共英雄 他说那么 中共的这种工具人 拜登 就是美国总统拜登 说拜登现在就是中共的工具人 专门的中共的工具 帮着中国建国的 拜建国 和拜登的已经武器化了的司法部 就这个司法部呢 现在被拜登拿来当个武器去使用 这个又说要抓川普吗 说下周二要抓川普 还把川普他们家抄了 说呢 已经被这个武器化的司法部呢 试图就把我们三个人 就是班农 我纳瓦罗 和郭文贵 把我们三个人呢 都关到监狱去 他说你能觉得这是一个巧合吗 他说我个人 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巧合 这是他们有目的的 这是政治迫害 那我现在呢 为郭文贵呢 祈祷 就说呢 我们三个人呢 都遭到了这个民主党的政治迫害 那这个里边呢 说实话 郭文贵呢 是真的该抓 但是班农这个事呢 其实有待商榷 班农还有当年的这个福林将军 其实他福林当年有事呢 这个事都其实都值得去商榷 这个事来讲 抓他们两个 有一点就是说鸡蛋里挑骨头 但没办法想郭文贵跟他们绑在一起了 你知道吗 所以呢 但是不管怎么着吧 你得承认一点 就郭文贵吧 这真的就是个人才 真的是人才 就是 他也是牛逼大了 然后最近这几天啊 郭文贵的这个信徒 郭文贵的一个教众 在好像在不同的三个地点 都举行了大规模的上街抗议示威游行 要求呢 美国政府呢 释放郭文贵 而且呢 认为呢 美国政府 就是说美国的现在这个联邦检察官 受到了这个中共的这种买通 是 是受到的 然后郭文贵呢 现在受到了中共的迫害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郭文贵呢 该抓没有问题 这个呢 肯定没错 但是郭文贵这个事件 的的确确有政治因素在里边 他一被抓呢 我就说 这个呢 就是美国 他现在主要问题是 美国的执政党和美国现在执政政府 自己屁股上一堆屎 所以干什么 都有一点点的 就是说失去了这种正当性和正义性 这是他的一个问题 就美国政府现在也是快要陷入了一个塔西托陷阱 跟中共一样 中共现在也是 干什么 都让人觉得就是说中共在背后有目的 这个有不可告人的这个这个企图 所以呢 现在就美国政府呢 也基本上陷入到这么一个一个问题 就是连抓郭文贵 这里边呢 你都不能说是百分之百正义的 你就想这个 现在就拜登政府已经作到了一个什么程度 这个真正也是是没有办法 好吧 那这期先讲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